哈喽大家好 哈喽我是天 我们今天呢也是来做家电开箱 我们今天要开箱的就是这个 小米的AI智能扫地机器人 这个扫地机器人呢 它是二合一的功能 它又可以扫地也可以抹地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置 因为它这一次有配搭高速视觉导航系统 所以它可以支持到166度的广角 会更加有效的规划你家里的扫地路线 它也是有支持视觉动态箭图啦 所以它可以做到一边扫一边看跟一边识别 而且它这一次也支持四核处理器 然后它的主频的话是可以去到1.8GHz 所以它的运算能力会更加的强啊 操作速度也会更加的快 它也是有配搭智能电控水箱 它里面的话也是有支持到200ml的智能电控水箱 所以它会更加智能的帮你控制水分啊 它也是有支持2500PA的大吸力 也支持四个档次的模式调节 它里面的话也支持600ml的大容量层核 所以你就可以装更加多的一些垃圾啊毛发 它这一次的高度的话是8.2cm 所以它会更加的容易进入你们的沙发底下 或者是柜子底下来去帮你们清理 我们平常清理不到的个位置啦 它也是有支持低电量自动回冲 当你的电量低于15%的时候 它会自动回去它的充电器充电 当它冲到80%的时候 它又会返回刚刚在停顿的一个地方 来继续帮你扫回去 里面有附送两本说明书 里面还有附送这个小刷子 里面有配送三个角的扫地刷 也有附送扫地机器人的充电插座 这个的话是它的智能水箱 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打开这个塑胶洞口 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把水装进去 它是可以装200ml的水 这个的话是它的抹布 这个扫地抹布也是可以把它撕开 我们可以看到下方有一个小箭头 这个小箭头的方向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抹布拉出来 然后拿去独立清洗 如果我们要装回去的话也是很简单 就是在这个小箭头的方向 把这个抹布推回进去 然后再把这个抹布连回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呢是它的开关机按键 这个的话是它的Home Button 你点了这个Home Button 它就可以让扫地机器人自动回去充电 这个的话是它的CAMERA感应器 它这个SENSOR也是会帮你感应障碍物啦 在它的上方的话我们可以打开 里面的话它有小盒子 这个小盒子的话也是可以把它拿出来的 少的那些肮脏的垃细啊 或者是头发都会装在这个盒子里面 如果你们要清理的话 你们也可以把这个盒子打开 里面可以把它拿去洗 这个的话是它的感应器 如果遇到一些物体的话 它就会感应得到 下方这个地方的话是它的防装塑胶棉啦 如果是讲它撞到一些物体的话 因为这个是塑胶棉 所以注意它的机身不会造成损伤啦 在它这个地方呢是它的刷子 它会把我们的这些肮脏的东西 全部透过这个刷子 然后扫进去它里面的储存盒 这个刷子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清理的动作 如果你要清理的话你就把它按着这两个按钮 它就可以把这个拿出来 然后你再把里面的刷子就拿出来 你就可以用它的刷子来去清扫一些毛阀啊 或者是卡在这里的一些物体啊 你都可以用这个来去清扫的 你也可以把这个扫地刷 然后装在它的这个地方 这个的话是它的智能水箱 我们可以把它装在下方的这个位置 我们把位置放好 然后往上推就可以把它安装好了 如果我们要打开的话 我们也可以点击它上下两个按钮 也就可以把它推出来了 在它的软件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上方的话 这里就可以看到它扫地机器人清理的时间咯 在这边也可以看到扫地机器人 它在清理的范围 这个是扫地机器人的电量咯 我们在中间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规划你家里的路线 可以看到它在这边会有一个地图啦 下方的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你可以点击它 让它回去充电 这个的话是开始给它去工作 你在这个地方可以设定好时间 然后让它会在那个时间自动的去帮你工作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实测 我们把这个扫地机器人放在我们的桌子上面 然后再准备了一些干滑 因为我们是把它放在一个空间有限的桌子上面嘛 所以我们也顺便可以实测它的这个底部的感应器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它的底部的感应器的关系 所以它感应到前方的地方是空心的 所以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前了 就会控制这个扫地机器人 然后再去往安全的地方去移动啊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的难度其实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们的桌子其实是不平的 桌子的空间不是很大 所以它要感应前面是不是空心的位置 防止它掉下去又要一边再做好计算这个路线 也要同时再做打扫的这个工作啊 所以这样就比较考验它的这个处理器的性能啊 如果它处理器的性能不够快的话 应该就会直接掉下去了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性能还是很强的 最后也是照着它规划好的路线 把所有的干花全部清理干净啊 我们今天的开箱呢就到这里 如果对这一台扫地机器人有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Shopee连接 来去我们Shopee做这个下单啦 最后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有开了这个YouTube Channel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赶快来帮我们做一个订阅 因为你订阅了之后 如果我们之后有上新的影片 或者是我们有做直播 你都会在第一个时间收到这个通知的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